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乘美财无预警将寻求债务协商 股价跌停开出 联发科整合成兴首推AI电视新晶片 费权今年渴望有鼓励股价开地走高 丁彦哲接任台旧董事长 来关心台股 台股受美股上周五大跌拖累 今天同步重挫 在平盖三王国台经富邦经领跌下 金店族群同步走弱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近170点 跌破10500点回测年限大关 法人指出台股今年涨幅较多数国家少 预期短期拉回幅度不会太大 加上股东汇钱的融券将回补 接下来走势应将处于高档整理格局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苹果执行长库克周六在北京表示 希望中国能更加开放市场 苹果去年第四季大中华区销售额 较前一年同期重衰26% IC设计大厂联发科正式整并诚心后 将人工智慧平台导入 今年首度推出新款AI赋能电视晶片SF系列 让主流产品拥有人工智慧和语音助理功能 电发科更预告 今年下半年将推出单颗8K电视晶片 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重衰至将近6年低 表现远逊市场预期 德国制造业PMI更连三跌 德国十年公债殖利率转负 引发衰退忧虑 泛欧纸周五大跌作收 乘美财22号无预警宣布 公司经营权之争引爆该公司资金调度危机 已向经济部申请债权债务协商 业界认为乘美财营运风险 让原以吃紧的偏光板市场工业更加紧绷 甚至恐让面板业陷入锻炼危机 新唐人的电视这里报道 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2月景气动向调查 显示制造业对未来半年主向乐观 台经院新任院长张建英更认为 今年台湾整体经济由内需带动 保二不是太大问题 此外制造业下半年表现 也会比上半年来得好 上周五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与三个月期公债利差 邮政转负 出现罕见的利率倒挂 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为市场吐下震撼弹 台股加捐指数应声下跌超过150点 台积电鸿海大力光统统重挫 市场一片绿油油 它是不是真的经济的衰退 到目前为止每次发生利率倒挂 可能都要到半年或一年以后 才会经济衰退 不是当时会发生的情况 但是都会发生金融的波动 当都往一边跑的情况都发生的时候 整个金融市场就会产生一些 系统性的波动 美国二月份制造业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分别来到54.2 59.7 经济处在扩张阶段 但总是趋患 各国纷纷下修 今明两年经济成长预测 不过台经院认为台湾景气未必这么悲观 台经院公布最新营业气候测验点 制造业连续三个月上扬 来到91.29 厂商对未来半年转向乐观预期 营建业方面看好未来房市的业者比重上升 学者认为今年台湾GDP保二不是问题 那外界是不是担心保二会不保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内需这个部分还是 相关的措施还是有持续在做 所以经济成长预测保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除非国际有什么重大的突发性的一个景气转折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 国际主要国家未来可能相继进行贸易谈判磋商 小型经济体的台湾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加上供应链移转成为趋势 台湾有必要强化自己在国际间的供应链地位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慧莫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同伯社 平坡本周发表会将寄送新款内容传流服务 金融时报经济放缓效益加剧全球会是波动放大 华尔街日报 川普将指贷选选顾问摩尔丹任联系的理事 日本经济新闻短期货债 海外保有率暂停成 空气品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 带动中高阶空气清净机销售规模 台湾市场每年有数位数成长 尤其搭载智慧功能也成了全球趋势 面对市场竞争激烈 台湾空气净化系统龙头厂商 希望透过医用级空气清净机 打世界杯前进国际市场 通过智慧看板就能监测室内及室外的空气品质 包括挥发物质 霉菌指数及悬浮威力等12个功能 台湾空气净进化系统大厂 自主研发室内空气品质监控器 结合医用级空气清净机 堪称全台首创 淘室他有要求这是9个项目 然后提供8个项目 我们这个监控器可以 全部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用医院的等级来 用在家庭跟商业 因为我们的过敏源 都是小于二天五 台湾深耕空气清净领域20多年 研发出医用级空气清净机 结构搭载紫外线杀菌 精密滤网和专利配方活性碳滤芯 能拦截PM0.3以上的悬浮威力 机身选用钢板铝合金设计 防止紫外线外露也能循环利用 使用14号的最高等级 可以过滤到99.97 越精密的滤网越难做 因为空气很小 你没有经过一个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要高净压 结构上的设计 这很难达到 而且我们的滤网是用玻璃纤维做的 台湾过敏人口增长 带动空气清净机市场 每年两位数全长 而全球机位空气清净机市场 五年内也有9.90%的年复合全长率 面对市场竞争 梁武炫表示 不以量取胜 而是为使用者解决问题 这个行业 这些好事 应该尽量多人来投入 来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需求太多了 那我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给客户看到什么呢 看到不只是PM1.5 可能是PM1 从研发到设计 全都是MIT 也能客制化 台场扎文马步多年 准备进军国际市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资议豪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 但您看到明天 3月26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习近平与马克侯梅克尔会面 智慧城市展灯上 Google智慧台湾计划发表 听叶达线上说明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